其實復古的妝容 我們最注意的是什麼部位呢? 其實就是眼眉這些 最主要就是 因為別人一看你 就會覺得眼眉是一個年代的 還有嘴 嘴最主要是顏色 也未必會畫上以前的純型 但是顏色也很重要 這個妝容 我們剛才說的鱗蓋很重要 我們也會打一些鼻型 鼻子雖然很高 但是我們會打窄這些鼻子 收窄一點 瘦一點,漂亮一點 感覺比較酷一點 而且年代的妝容 多數這些位置都是… 深一點 深一點 你看到我們會打窄這個位置 基本上 剛才我們已經打了一層啡色在前面 我們會做黑色這些位置 等輪廓會再出一點 說明復古眼妝 咖啡色元素也不能少 對 所以你經常都可以拿著咖啡色 深咖啡色來使用 首先打了眼窩這個位置 後面這個位置 眼尾的位置 對,我們先找出一個窩位 那個窩位 其實就是眼珠粒進去的位置 因為最難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到我找到眼窩 為何我做得那麼密密 為何一橫在這裡 其實是因為你們的品牌做得不夠 好,我們下面由2分之2是闊的 然後慢慢收紮它在這個位置 好,下眼我也會把一點點 眼線也是要用黑色的眼線 你找到一個定點 這裡是眼尾 你向上這樣 平時你可能向喉拉 對… 或者向喉拉就不適合 但效果也不錯 放大了很多 一邊眼大 幾米 對 是嗎 大了10倍 好,最後我會選一種唇膏的顏色 年代中應該配什麼顏色的唇膏 其實如果你們夠膽 應該可以用一些 蕾色 蕾色 蕾色的顏色 但是真的要很夠膽 試一下 很夠膽 很夠膽 我現在的 看上去好像無法搭配 但一擦上去 你會覺得很漂亮 對 而且真的要有造型 如果你沒有來 只要拿著這個蕾色 如果你穿T恤 你很難搭配 對 有七分眼妝 你記得它是很合適的 是 還有如果有些人 嘴巴很嘟 塗這些 很漂亮 會再立體 有 如果我們想多加一點點 覺得眼睛還不夠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閃的眼線 我們不會用在下眼 這次我會用上眼 用上眼 對 就在這個位置 在眼尾上面 會加上去 在眼皮上 是不是雙眼皮的位置 沒錯 在下色的眼線 對 那我現在是否不可以抹大眼 要等它乾 最好是不要抹大眼 很漂亮 很快乾 我第一次在這個位置 畫一個閃的眼線 這個也叫做 先拍一下 很漂亮 哇 這個妝容真的很適合你 我們覺得 我很喜歡你的嘴 對,我的嘴很漂亮 對 很特別 平時我會不敢用這些顏色 但我都可以處理 對 Megan 如果我們想學一下溫馨的妝容 是 最重要是哪個部分 最重要是眼睛 眼影的品牌 剛才我提到做那個窩位 是 做完窩位 做得漂亮 你加上任何顏色也可以 嗯